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个能克制SCP-682的收容者是TOW-T2 SCP-524 这个什么都能吃 包括能吃自己的TOW-T2能把SCP-682当作食物 遇到TOW-T2大爷居然怕的爬上了4米高的墙不敢下来 怪兽被兔子当作食材 大爷的尊严彻底善失了 第三个能克制SCP-682的收容者是大华生SCP-173 据说SCP-682遇到大华生曾经和大华生对视了12个小时 遇到大华生怪兽都变呆子了 还好大爷的眼睛多 不会被扭脖子 第四个能克制SCP-682的是SCP-999羊羊怪 据说SCP-682遇上羊羊怪再也无法暴躁了 大爷被羊羊怪挠羊羊只能变成一只快乐的小怪兽了 大家觉得SCP基金会中还有哪些收容者能够克制大爷呢 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哦 每个人都有一个超神的梦想 点击关注哦 关注超神龙哥哥 每天都有精彩的游戏节目更新哦